大厅安全 突入大厦的三支小队迅速控制了大厅 C组在电梯外围布置了防线 射杀了被大厅内的动静吸引过来的啃食者 负责运送补给的小萌新 背着装满弹药和炸药的背包 从正门的方向跑了进来 弹药 谢了 隔壁老王捡起一只背包 拉开拉链看了一眼 顺手扔给了等候在电梯口旁边的占地气氛组 兄弟 靠你们了 OK 穿着重型装备的占地佬 顺手将背包塞给了一旁的我最黑 自己则走到了电梯井的入口处 伸出两只大手 抠住了扮演着的电梯门 矿工I型外骨骼的输出功率提升至最大 只听那秀石的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枝雅 很快被掰开了一条可供一人进入的通道 一名B组的敏捷系玩家矮着身子探了进去 抬起步枪向上检查入口 随后打了个安全的手势 通道畅通 收到 战地佬憋住一口气 双臂持续发力 电梯门不断颤抖 连同焊在外骨骼上的钢板都跟着一起抖动 卡卡罗特见那电梯门半天没开 连忙开启力量系的天赋 也上前帮忙 在两人的合力之下 那厚重的电梯门总算是被扯了下来 MMP 这门也太结实了 战地气氛组长出了一口气 抬起胳膊擦了下额头 站在旁边的我最黑 还在研究手中那只背包 拉开拉链反复看了半天 这里面装的都是啥啊 还怪沉的 战地佬黑黑笑着说道 17公斤炸药 你可小心点 我最黑愣了下 17公斤是个啥概念 卡卡罗特 相当于两发155 我最黑一脸茫然 显然没听懂155是什么意思 不过有些比较型的玩家倒是听懂了 下意识地往旁边躲远了些 并且按骂了一声卧槽 没有浪费时间 战地气氛组拍了拍我最黑的肩膀 示意它别玩了 便带着小队员们走进了电梯井 电梯井内的空间还算宽敞 电梯箱大概是掉到了下面的楼层 不过井里并不缺少落脚的地方 里面不但有备用的瓷轨和钢锁 还有攀爬梯 大概是给修电梯的人用的 战地佬将魔鬼丝编织的求生锁套在了钢锁上 伸手拉了下嵌在墙壁上的爬梯 见它能够承受住外骨骼的重量 这才放心地将全部重心移动到了梯子上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 就像泉水LYB说的那样 从电梯井直达43层 然后垂直爆破向下 我最黑咽了口唾沫 我们就这么爬上去 另一名小队员嬉皮笑脸地拍着他肩膀 怕啥 又不会累 顶多麻烦了点 不会累的说法其实不准确 肌肉中的乳酸积累多了 玩家一样会感到沉重 乏力 行动迟缓 被屏蔽的仅仅是随之而来的酸痛 不过相比起一路杀上去 从电梯井垂直突破的难度还是要小很多 由于包子云的缘故 临近几条街乃至附近地铁站的啃食者 全都被吸引到了大楼附近 而那几条能够走到41层的楼梯和走廊 正是包子浓度最高的地方 刚才站地老抽空去电梯井对面的安全通道入口瞄了一眼 发现那儿的情况简直较一个惨烈 只能用湿山古海这个词来形容 事实证明 有一个靠谱的指挥官 还是很让人有安全感的 徒手攀爬40多层高楼 花费了不少时间 中途体力不支 只能用求生锁掉着休息一会儿 休息够了 再继续攀爬 当A小队顺利抵达43层 已经是下午4点 在43层的电梯井入口处稍作修整 占地气氛组在电梯门上安装了300颗炸药 带着队伍继续向上移动到了46层的位置 然后引爆了雷管 轰 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电梯门被炸得向外飞了出去 爆炸的气浪卷入了电梯井 A组的五名玩家迅速下降了高度 从敞开的电梯门突入到了大厦的43层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嘶吼声 成群结队的啃食者从走廊的两侧涌了过来 开火 枪口喷射火蛇 走廊内枪声大作 子弹如狂风骤雨般席卷 啃食者如割麦子似的接二连三倒下 一时间走廊内血肉横飞 残枝断壁满地都是 然而即便玩家们的火力凶猛 那汹涌而来的啃食者大军 仍然如同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冲上来 就在这时 大楼外传来雷霆般的炸响 一发发高爆弹 从破碎的落地窗中钻入 轰在了走廊上 对形密集的啃食者瞬间倒下一片 快 动作快 战地气氛组大声呼吓 顺势拔出一颗手雷 扔向了走廊尽头的安全通道 随着轰的一声爆响 更多的啃食者倒下 A小组一行人没有练战 一边保持火力 一边转移位置 迅速移动到了目标房间 一列列石墨色的玻璃门陈列在房间内 将区域分割成了一个个功能不同的区段 这里应该是办公区之类的地方 抬起枪口 击毙了冲上来的啃食者 占地气氛组迅速找到了地图上的目标位置 接着从我最黑地来的背包中 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炸药 在地板上放了一圈 小新抽出了保险 三公斤炸药 应该能在地上开个洞 所有人注意隐蔽 准备好了就喊一声 其他四名玩家精神振奋地喊了一声 收到 蹲在了墙角 将一张桌子横在了身前 占地气氛组取出起爆气 手掌轻轻一握 哄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 爆炸的冲击波和炙热的气浪 在整个办公区内扫荡 玩家们迅速来到了爆炸中心 混凝土和地板砖已经被炸成了碎渣 只有少部分还挂在向下弯折的钢筋骨架上 看到眼前这副情况 占地气氛组的心中忽然微微一沉 虽然它们成功炸开了向下的通道 但爆炸产生的破坏效果却远远低于预期 三公斤的炸药 放现实里 炸它一栋小房子都够了 我靠 这房子这么结实的吗 我醉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人体苗边蔡师傅 将天花板整个炸它恐怕有点难度 让B小组把燃料送上来吧 占地气氛组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好 通讯频道短暂地交流 A小组重新返回了电梯井 将脚盘固定在了电梯井的入口 将绳索向电梯井的下方抛了下去 脚盘转动 很快 50公升的生物质燃油被吊了上来 燃料就位之后 A组再次回到爆破点 通过炸开缺口的天花板 迅速下降到了42层 这里的状况和43层完全不同 宽敞的办公区内 遍布着褐色以及暗红色的黏菌 空气中弥漫着高浓度的包子 鞋底竟是黏糊糊的感觉 就像是踩在了苔藓上 这里的能见度不足5米 而此刻它们的脚下 便是正在成型的母巢 我怎么感觉自己 钻进了一种的肚子里 我醉黑咽了口唾沫 抬起手中的步枪 用枪口仔细检查着房间内的各个角落 刚才从天花板上下来开始 它心中便有股强烈的不安 然而 这股危机感从四面八方袭来 以至于它根本无法判断 真正致命的危机来自何处 占地气氛组熟练地在地上放置炸药 抽掉保险栓 你的直觉很准 如果不想变成母巢的排泄物 咱们的动作最好快一点 蹲在地上的玩家收起了试管 样品已经回收 另一名玩家开口道 正在安放炸药 小队员们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很快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只剩下最后几个炸药需要安放 然而就在这时 黑暗中的一角 忽然传来一声嘶嘶嘀吼 听见了那声嘀吼 众人心中一阵毛骨悚然 立刻抬起手中的枪口 朝声音的方向指了过去 根本没有时间思考 那是什么东西 占地气氛组当即下令道 开火 枪头喷射火蛇 枪口的火焰 将黑暗和迷雾照亮 子弹突突突地 朝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 奔了过去 而也就在这时 众玩家们终于惊恐地发现 那立在黑暗中的身影 竟然是一头暴君 近四米高的身躯 犹如一座腐烂的朽木 然而 那厚道令人发指的角质护甲 却有着不逊于钢铁的防护力 子弹打在那暴君的身上 就如同石头砸在了沼泽地里 只卷起一串串的小水花 好 一声痴痛地怒吼 那暴君竟是硬生生顶住了 船射而来的火力 双腿发力地向前奔去 力爪狂暴地挥出 猝不及防之下 我最黑的胸口 当即挨了一巴掌 那防弹衣被直接打得裂开 只听老黑闷哼一声 整个人飞了起来 后背砸开了年久失修的落地窗 掉去了大楼外面 啊 那惨叫声走远 隐约中还伴随着一声 抄 A小组简员一人 玩家们迅速散开 试图用交叉火力 分散暴君的注意力 阻止他靠近收割 就在这时 通讯频道内 传来泉水指挥官的呼吓声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我怎么看到有人飞了出去 手指死死抠着扳机 占地气氛组骂骂咧咧道 我们碰到了暴君 你刚才看见的是我最黑 妈的 你那能打到吗 泉水指挥官 打得到 但我们根本看不见你们那儿的情况 包子浓度太高了 浓密的包子云就如同凝胶一样 几乎挡住了所有的视线 随意开火只会误伤队友 转眼间 又是一名玩家阵亡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A小队已经减员两人 占地气氛组 搬搬P 7毫米根本打不穿这玩意儿 再这么打下去 我们全都得回老家 泉水忽然灵机一动 快 给我个标记 占地气氛组 标记 燃烧弹 用燃烧弹标记它 占地气氛组 立刻明白了泉水的意思 当机立断 拔出挂在腰上的燃烧瓶 压制它 朝着队友们呼喊了一声 占地气氛组抓准机会 将燃烧瓶砸向了暴君 瞬间爆发的火力 短暂限制了暴君的移动 燃烧瓶不偏不倚地 砸中了它的脑门 火焰窜起 暴君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 被点着的它 挣扎着想 要将身上的火扑灭 而就在同一时间 四发拖拽着火焰的穿甲燃烧弹 从落地窗外钻入 其中三发 狠狠地轰在了 它肩头和腹部 火焰和烟 不断地往外冒着 那三颗命中目标的穿甲燃烧弹 就像着了火的钉子 卡在了 那头暴君的身上 被激怒的暴君 在办公区内横冲直撞 试图熄灭身上的火焰 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 这时 另一名负责安放炸药的玩家 已经将最后一块炸药安放完毕 除此之外 用于清理年军的油桶 也被滚到了房间的中央 准备撤了 那玩家大喊了一声 率先撤到破了洞的天花板旁边 踩着桌子爬了上来 收到 另外两人见状也纷纷响应 朝着破了洞的天花板撤退 回到了四十三层 三人一路横冲直撞 狂奔着冲向了电梯井 将求生锁挂上钢锁 战地气氛组纵身一跃 朝着楼层下方降去 兄弟们 坐稳咯 话音落下 他捏紧了手中的起爆器 咔嚓一声轻响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响 爆炸的火光冲天而起 凶猛的冲击波 瞬间粉碎了四十二层 与四十一层之间的混凝土 火焰与热浪 如海啸一般肆虐 将上下两层整个吞了进去 甚至冲入走廊 灌入了电梯井 整栋大厦仿佛都在颤抖 操 我感觉电梯井在晃 你他妈不能玩点暗啊 电梯井内的众人 对镇的七荤八素 幸亏那求生所绑的结实 差点没像下饺子一样摔下去 穿着外骨骼的占地气氛组 情况稍好些 稳住身子之后 尴尬一笑 我怕再往下信号不好 众小队员 at井号百分号 电梯井内 充斥着优美的普通话 此时此刻 大厦的正东面 手中握着望远镜的泉水指挥官 正站在破碎的落地窗前 眺望着那浓烟滚滚的第四十一层 暗红色的墙壁上燃起了大火 黑烟取代了灰绿色的浓雾 即使隔着数百米远 也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炙热 虽然和计划稍有出入 但应该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泉水指挥官将望远镜放了下来 能在母巢形成之前 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应该能削弱浪潮的强度 不过 聚集在这周围的包子云 怕是短时间内很难退去了 泉水指挥官看了一眼北边 不由皱起眉头 那一片望不到尽头的云 仿佛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雨 他在落地窗前的玩家 听到他的话 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咱能别立flap吗 说着 他扣动扳机 朝着四十一层 补了一发高爆弹 泉水指挥官赶忙提醒他说 别特么用高爆弹 你没听说过爆炸灭火吗 补两发燃烧弹 一死一下就行了 补补补 其实都无所谓了 在如此汹涌的火势面前 二十毫米的燃烧弹 就像扔进火场里的火柴 连个响都听不见 大厦一楼 A小组归队 战地气氛组和身后的两名玩家 跟着滚滚浓烟一起 从敞开的电梯门里钻了出来 三人身上一片漆黑 就像刚下眉窑里打了滚出来 卡卡罗特上去扶了战地老兄一把 兴奋地问道 怎么样 搞定了吗 搞定了 虽然模样狼狈了点 但战地气氛组的声音中 却听不见任何的狼狈 反而充满了兴奋 母巢已经炸毁 妈的 从电梯警里下来的时候 真特么刺激 身后两名队友听见 忍不住喷了 靠 你特么还好意思吗 就是 老子被晃得差点掉下来 战地气氛组干咳一声 不重要 通关了就行 卡卡罗特数了吓人 咋就回来三个 战地气氛组随口说道 一个掉下去了 还有一个留在上面了 掉下来的那兄弟 是叫我最黑吧 确实够黑的 隔壁老王砸了砸舌头 四十多层楼摔下来 那场面简直辣眼睛 战地气氛组心中一动 在哪 我去看看 卡卡罗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都死透了 还看个啥 VM都碎了 战地气氛组不好意思一笑 挠了挠后挠勺 主要是没见过 卡卡罗特 隔壁老王 众玩家 这特么是人类该说的话吗 同一时间 大厦的外面 站在人形天桥上的楚光 从冒着滚滚浓烟的大厦上 收回了视线 看向站在一旁的赫亚问道 这样算是解决问题了吗 赫亚盯着那栋大厦看了一会儿 缓缓点了下头 应该是解决了 变种年菌并不耐高温 孵化室的损坏度达到90%以上 基本上就是不可修复的损伤 瓦努斯盯着不远处路面上几乎摔碎的尸体和一滩血 忍不住提醒了一句说道 我刚才好像看到什么东西掉了下来 他确信 刚才掉下来的似乎是一个人 不过站在旁边的楚光却并不在意 只是随口回了一句 小问题不重要 一点活性物质而已 就算觉醒了也才两个点 这叫什么 显然不叫 瓦努斯愣了一下 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和对蓝外套的认知受到了颠覆 而且还是今天的第二次 全服公告 新时代数据大厦的母潮已经清楚 浪潮强度已被削弱 让我们为参与战斗的20名玩家献上掌声 官网论坛 这两天官网上热度最高的几个帖子 不是萌新们发表的获奖感言 就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浪潮的讨论 虽然官网上的倒计时还有10天 但绝大多数玩家都已经用肉眼感觉到了清泉式的变化 灰绿色的云层正从市中心向外扩散 徘徊在街头巷尾的腐烂形狮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比之前强力一大截 原先只在隧道和废墟中穿梭的爬行者 在大街上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频繁 短短两天时间已经有四只五人狩猎小队团灭 死亡原因无一例外是因为陷入了啃食者的包围 伊磊娜 听你们说的好刺激 我都想回来了 滑稽 夜时 红河镇不刺激吗 滑稽 伊磊娜 也还行 就是这儿太荒凉了 感觉没清泉是好玩 精灵王富贵 主要是这吃得太少了 你们懂的 伊磊娜 滚蛋 星号9 马卡巴子 哈哈哈哈 聚集的大量佣兵的红河镇与脚谷部落蛇士族的战争陷入了僵持 双方挖掘了战壕 修筑了攻势 互相炮轰 开始了残酷的阵地战 听说蛇士族似乎是在等待牙士族的增援 然而牙士族的战斗力完全被西州式的抵抗组织给牵制住了 根本腾不出手来 不只是如此 还有传言说 由于掠夺者的恐怖统治造成了大量的死尸 导致西州式爆发了鼠疫 这一传言得到了强人索南兄的证实 他的势力正在飞速地扩张 甚至隐隐有些超出了他的控制 这些老鼠们繁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方常 西州式没有爆发浪潮吗 强人索南 没有 感觉和清泉是比 西州式只能算个比较大的小县城 可能是因为地处丘陵 这儿的楼房修的都不是很高 建筑密度也不大 反过来 植被倒是挺茂盛的 老鼠 蟑螂 猎狗在这儿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然后就是学居兽 多足兽 还有一些没见过的玩意儿了 老白 感觉就像超一县城市旁边的卫星城 强人索南 可以这么理解 呲牙 午夜杀鸡 我们远西镇这边也没有浪潮 倒是有挺多数 At Omega At 西红柿炒蛋 扑 你们那儿有个鬼的浪潮 连啃食者都没有 无聊打老虎 希望不要影响到我承包的地 我刚种下去一茶青椒 TT 少扯独自 也别影响到我钓鱼 我对浪潮不感兴趣 我只想钓鱼 呀呀 哎 话说这浪潮来得也太是时候了 我和腾腾正在店里购物呢 都啥也没买 就被迫花了四十枚筹码 买了两只房东面具 感觉这筹码比银币还不经花 下化线 下化线 边缘滑水 卧槽 啥面具这么贵 用得着四十筹码 腾腾 哎 难道买贵了吗 边缘滑水 负债大眼 边缘老兄想说 他在垃圾厂捡了几个塑料瓶 弄了两块纱布和一点活性碳 就做了一个 而且好使得不得了 呲牙 峡谷在桃眼鼠 干 一只面具二十筹码 我特么想回来做买卖了 这要是做几万个房东面具 弄到巨石城去 不得直接赚疯了 狂疯 理性分析一波 搞不好确实能赚一笔 不过一只面具二十筹码 这纯粹是被当肥羊仔了吧 汗 呀呀 腾腾 Sigma 其实稍想一下也知道 二十筹码都相当于 普通人一周的收入了 真这么贵 一般人杂 可能买得起 五至六枚筹码 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市场价 也是普通人能出得起的价钱 严蜀还在感慨着 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 WC真有文字 忽然从论坛上冒了出来 哈哈哈哈 拿来吧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